好香喔 這是荔枝 好香喔 看會不會太甜 不會 吃麻蟻頭抬 這真的超好吃的 我要訂荔枝 這是我們今年的契作 我們還有火龍果 我們要挖荔枝 火龍果也很好吃 然後荔枝可以 然後大家吃一吃原味的 然後再加荔枝的 它的口碑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大家好 我是丹妮 歡迎收看 它健康 健康是一種生活方式 也是一種選擇 一起為優雅的生活加分吧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 介紹的嘉賓 她原本是藥廠的總監 也是夜點正妹 當然在人生的開端 巔峰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 陀如即來的癌症 也因為這個癌症的洗淋 讓它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義 也與油解下了不解之源 而成為品油師 讓我們一起歡迎 歡迎這位美麗健康 而且又勇敢的女性 慕容老師 慕容老師妳好 哈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看到慕容老師這麼健康 就知道妳已經走過了 這個陰霾對不對 是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這個沙極油 其實一般人很少知道 就連包括我 我也是為了主持節目 然後才去爬紋 為什麼妳在這個 致癌防癌的過程當中 會跟這個沙極油產生的聯繫呢 我當年在癌末的時候 有做過放化療 那當時在放化療的時候 其實我的病灶是在腹部 那結果我的腹部整片都黑掉 是像黑人的那種 從裡面黑到外面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拿了一瓶 就是沙極油 只是百般無聊的去塗抹它 就我後來發現 兩個星期左右 我居然皮膚全部都白回來了 那時候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也才去爬紋 也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樣子一個沙漠聖果 這麼好的一個品種的植物 它的油脂是非常棒的 才跟它解下了這個緣分 哇 老師也是好奇心使然 是啊 是啊 但是我的確很好奇 就是妳那個黑真的是完全沒了 對 而且就是 慢慢它是先脫一些小屑屑 然後慢慢的就淡淡淡 就淡回來了 因為我的放化療是持續在做 它並不是說已經停下來了 你會覺得好像是它逐漸好 它沒有 它持續在做 可是它慢慢白回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我也是挺震撼的 所以沙極油裡面 有很高的營養成分跟修復成分 沒錯 它裡面呢 大概有好幾百種的 維生素 我們都知道現在非常紅的 一類營養素叫做植化素 那植化素其實是 對我們身體當中的必備的 不可缺的元素 那好巧不巧 沙極這一個果實 世人給它一個非常好的封號 叫它做沙漠聖果 那這個腎果裡面就有好幾百種 但是它裡面會修復你 是因為它對於 內臟的那個黏液 有修補作用 對 其實坦白講就是 沙極它的這個營養成分非常的多 那當我們在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會先經過我們的黏膜 我們身上的內臟器官 就是整個食道一直到大腸 它都是黏膜構造的 那這個沙極由因為 它的分子比較小 再加上營養成分 特別的多種類 所以就很無形的 就在我們人體要復原的當中 給我們非常多的 要復原的健康的材料 所以我們就恢復了自己 能夠再自行去康復的一個給予在 葛建呢 上天非常厚愛老師 啟然老師的第二次生命 那我自己在網路上文章裡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原來沙極其實在幾千年前就有了 而且呢 陳吉思汗領了大軍 去南征北討的時候 其實他們士兵就是使用 這個沙極勝果 其實當時講起來是滿有意思的 第一個去 早期發現沙極的好處的 不是人類 是馬匹 喔 好聰明喔 因為呢 其實動物都有牠們的直覺 比我們人類還要多 所以當這些在 陳吉思汗牠們在打仗的時候 難免有一些 戰馬受傷了 你不能扛牠戰馬走嘛 所以牠們就會把牠先放著 讓牠們這些戰馬先拋棄了 可是這些戰馬 牠們在這個沙極林當中 吃到沙極之後 當這些大軍班師回巢的時候 就發現說 怎麼這些馬 除了身體變得特別健康之外 牠的毛色非常的油亮 然後才發現了這個 這麼棒的一個天然的植物 所以馬功勞很好 非常的厲害 所以沙極的馬可應該換一隻馬 沒有啦 開玩笑 是不是這樣喔 因為其實在西方的 希臘神話當中 希臘神話不是有Pexus 就是飛馬 對 就是在希臘神話當中 發現沙極的 也是那隻飛馬喔 所以在東西方都一樣 因為我看了 其實西伯利亞有產沙極 對吧 對 牠其實是一個 野生沙極的一個大本營 所以其實牠是適合 冷跟熱的地方 因為沙漠很熱嘛 極端氣候 像我們在希伯利亞的 這個高原的地區 你就會發現 夏天的紫外線非常的強 我們發現高原地區的小孩 不是這邊都紅紅的 那不是被冷的 牠是被紫外線傷到的 所以要紫外線特別強的時候 這樣子的這個沙極果實的果皮 牠就因為要抵禦紫外線 所以牠會含特別多的花青素 胡蘿蔔素在這邊 那又因為呢 冬天的時候 希伯利亞的氣溫 是從零下二十度起跳的 所以這一整年的溫差 到了五十度左右 您想想看 這一個沙極果的生命 要多麼的頑強 牠才能夠活下來 然後把它最精華的東西 都留在果實裡 留在養分 要去傳宗接代 所以這個果實 牠會含這麼多的營養成分 是真的是需要這種 這麼惡劣的天氣 牠必須得天獨厚的 去把它給儲存下來 牠才有辦法去繁衍牠的後代 哇 上帝也對我們很好 所以給我們一個 這麼美妙的果實 然後呢 我還有聽到一個故事 一個傳說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我覺得挺有意思 也是沙極果的 一個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 是中國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 她到匈奴國的時候 還能保持她的皮膚的水嫩 好像聽說也是不用這個聖果的 確實 這個的歷史 就比蒙古人發現得更早了 她在漢朝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四大美女出去的時候 她的那個皮膚 然後乾燥度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沙極這個聖果 當年也幫我們的王昭君 給了她非常多的 營養的補充 所以她其實裡面有 很多維生素 譬如說ACDE 嗯 特別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是沙極果油當中 我們特別特別認為 它跟其他品種的油 不一樣 也是特別想要 跟大家來分享的地方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邀請大家 跟著我們的慕容老師 一起來看 這個油 如何選 如何品 那首先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沙極油吧 沙極油呢 其實 大家一定覺得很妙 為什麼這個油 裝在這個滴管裡面 主要是因為呢 大家覺得吃油好可怕 所以都裝在膠囊裡 但是一般來講 像我當年生病的時候 如果我要吃到 比較大量的 這一類的物質的話 吞其實是吞咽困難的 對 所以為什麼 我們為了希望很多 癌症的病人 生病的人 或是老人家 有的老人家 他在吞咽的時候 也是有困難 或是小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 怎麼吞的時候 我們才特別去做了 這樣子的滴管瓶 那滴管瓶其實 你可以看到這個油色 真的很像點酒 對 它就是紅到發黑 上面真的滿像點酒 對 所以真的千萬不能 不小心滴到衣服上 因為它的葉黃素 然後花青素 胡蘿蔔素非常的多 那滴到了就會跟這衣服一樣 是洗不掉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樣子做這樣子的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劑量可以比較大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油色是 那個紅到發黑 有點像點酒 很像琥珀的顏色 對 它有點像紅色的 夏末的寶石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它 滴在這裡 對 我們要請主持人 拿一個湯匙來看一下 它真正的顏色 它是有一點紅褐色 就妳說的琥珀色 對 其實滿漂亮 這樣是 這樣 三四滴是幾CC 如果是三分之一 第一罐就像我們剛剛這樣子 五CC左右 所以一天人補充 五CC就可以了 正常的 沒有生病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要怎麼喝 就直接吞下去 你先聞一下 聞一下 好吧 要像品酒 對 品油師在品的時候 會教大家就是 怎麼樣來去認識這一個 像認識美女一樣 認識她 好 油好的油 其實它有 前中後三個味道 第一個味道 我們先用聞的 用我們的鼻子聞 這時候你會聞到 有莓果的香氣 有點香香的味道 就有中和莓果的味道 一般來講 只有水果油 它會有這種莓果的味道 那其他像芝麻油 它就是種子的味道 花生油 它也是種子的味道 那像橄欖油 OK 那它就是水果的味道 所以果實油 是比較難能珍貴的 所以這個色澤算是 好油的色澤嗎 以沙棘油來講 它的這個品種當中 它的因為營養成分特別高 所以它顏色才會這麼深 但是也有些油色是比較淺的 比如說橘紅色 那就是品種比較不一樣 所以沙棘本身還有不同 不同產地有不同的品種 所以產生的油的顏色也不一樣 對 所以不能用油的顏色 譬如說它偏黃就不好 偏紅就好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子說 對 然後我們第二個感官在哪裡呢 其實在我們的味蕾 就是說我們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有一點蜂蜜的香氣在 我以為妳說有一點在舌頭跳躍 我們家跳躍牆應該可以 好 你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實際上舌尖還舌厚呢 其實直接喝下去 喝下去 因為它這個味道其實是比較明顯 比較立體的 所以你喝下去就可以了 老師 我得說 喝油不是每個人的強項 對 你看你嘴巴馬上就有那個 紅紅的嗎 沒關係 現前的醃 醃汁 對 但喝油的感覺有點怪 那是因為不是那麼習慣 好 那但是就是 第三個味道 反而就是在你的喉嚨 現在的喉韻是好的 對 它會有另外一個味道會上來 它不會像我第一口喝 我就感覺是油 因為我覺得油對我來說 我是有一點怕的 大部分人是 但是我喝到現在 現在回韻上來的味道是 很滑 很順 而且它會有一種 我不會說 但是其實挺好的味道 對 它其實第三個味道就是 你的喉嚨在回韻上來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有一點花的香氣 感覺油是不是都是這種感覺 喝油都是這種感覺嗎 就包括其他橄欖油什麼 都是這種感覺嗎 幾乎都是 我覺得這個油怎麼說呢 因為我第一次喝油 我知道剛開始入口的時候 是一個油的感覺 就是你不管是沙拉油 還是說那種橄欖油 或是苦茶籽油 都是這種油味 但是我覺得喝下去之後 到現在目前的感受是非常好 就是很順暢 然後沒有什麼太不愉悅的 舒服的 對 口腔沒有什麼太不愉悅 而且我覺得這很適合冬天喝 為什麼 因為我感覺這個很滋潤 喝下去馬上就感覺 這個嘴巴裡面很滋潤的感覺 而且就是像我們常常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沙拉油喝一點在這個喉嚨 對我們來講是很舒服的 我們這個已經教了如何品油選色 然後喝下去的感覺 那要怎麼保存呢 因為我們通常買了一罐油 就這麼好的油 我們希望它能夠在新鮮的時候 把它喝完 或是把它服用完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保存呢 主持人問了一個大哉問 其實我們最常聽到的問題就是 慕容老師 我的油要不要放在冰箱裡 很多人覺得說 台灣熱 然後要放在冰箱裡面 但是我們沒有很建議 因為油大概從出廠 一直到它的有效期間 大概是兩年左右 但是 我們不建議大家買許多油回家 因為一個油它一旦拆封了 它其實就是只有三個月的生命 對 這個我也是想跟觀眾朋友分享 因為我一直以為 我看那個保存期限 明明還沒到 為什麼我家的油 已經有油耗味了 所以三個月 任何油都這樣嗎 幾乎都是 因為第一個台灣熱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油把它打開了之後 它會一直不斷地氧化 對 所以就是盡量的 不要買太大瓶的油 然後要買深色瓶子的油 因為其實連日光都會 日光燈都會讓油品開始老化 就所謂的氧化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開封之後 三個月就要把它給食用完畢 那有真的不小心 它油耗味出來了怎麼辦 我要把它扔了嗎 好心痛 會痛對不對 其實我們很多的朋友也會問說 我這樣一瓶油買得這麼貴 我們都會建議 就像主持人剛剛有分享的 你會拿來抹頭髮 對 我覺得主持人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髮尾 髮尾你去滋潤它是可以的 第二種我們會教大家 怎麼去用已經有油耗味的油 我們把它拿來去做手工皂 把它拿來做手工皂 其實洗起來 我們的皮膚是非常滋潤 外用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它也可以直接拿來當乳液 就是滴到我們的乳液去護膚 你原本的乳液 或是你原本的精華液 你滴一滴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量力而為 因為有時候會太膩的時候 它會塞我們的毛孔 但是有一種用法很好用 但是不能用沙擊油 因為它有顏色 就是變成紅蘿蔔這樣子 假設說是橄欖油 其實很好就是 我們女生拿來卸妝 對 如果真的就是 用得覺得 好像味道有一點 不是那麼喜悅的時候 卸妝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那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我特地幫大家問了醫師 就是說那有油耗味的油 我還可不可以繼續喝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很捨不得 千萬不要 因為它已經氧化 它已經變質了 喝下去對身體 反而是有害的 是的 那接下來很多人覺得說 我吃油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花式的吃法 就是我不要每次就滴滴滴這樣子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說 一個很棒的花式的吃法 就是把油加在優格裡面吃 當然優格是一般的 牛奶的優格 或是植物奶的優格 其實都是可以的 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個顏色 非常的豔利 跟人生一樣 從黑白變彩色 其實這很適合那個 給小孩子玩 他會覺得說 你看顏色變了 這樣讓小孩子去吃這個油的時候 會很輕鬆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開心 自己攪一攪 好像那個要攪出 棉花糖出來 它顏色變很好看 對 然後 這個你可以吃第一口 然後甚至可以加一些 所謂的果泥 我們有那個荔枝的果泥對不對 我想加 我想加 因為據說這優格是原味的 對 所以它有點很酸 對啊 所以我要加一下 這是我們今年起作的果泥 你可以試試看 這是荔枝 好香喔 你看會不會太甜 不會 是嗎 你螞蟻投胎 不是螞蟻投胎 我是肚子餓了 你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全部倒給你 超級香的耶 而且它感覺很像芒果 它突然間變芒果飲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這個 在吃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的優格 其實非常的滋潤 而且這是很有名的 在德國叫做 巴德維療法 也是一種療法 也是一種療法 反而是西方的自然醫學當中的 巴德維療法是非常盛行 而且為很多人治療了許多疾病 那巴德維療法就是 幫我們補充好的脂肪酸 然後好的益生菌 就是可以讓我們身體非常健康 超好吃的 是不是這樣吃油就是一種 美感藝術跟優雅 真的超好吃的 可是我想吃老師的原味 我想要看看是不是荔枝的關係 是 因為荔枝的香氣很夠 然後原味的因為它很酸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不是觀眾朋友 都跟我們一樣有荔枝這樣 我想吃一下原味看看差別 對不起 我實驗精神有點多 可以 來 你試試看 這個也很美 你看老師很厲害 打得很美 很像那個芒果飲 真的 但它就是酸 其實也不會 挺好吃的 沒有酸 其實對我來說一點點不酸 因為它感覺很像 優格本來的味道 那OK 那所以其實5CC就是這個味道 對 然後其實你要再加多 也可以 那我們就會建議就是說 想在每天吃油的時候 給自己多一點變化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加不同的果泥 水蜜桃 荔枝都可以 我可以訂果泥嗎 可以 這今年的中秋節的禮盒有 我們真的不貴 而且氣座的 沒有 怎麼突然變 油變成果泥 柔歪了 我們要感謝老師 謝謝老師今天來 跟我們分享這麼好的油 謝謝 祝福老師 永遠身體健康 沒問題 謝謝你 我們也要謝謝 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健康是由內而外 希望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精彩 無負擔 品味生活 享受生活 那再次跟老師說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這真的是 這真的超好吃的 我要訂立志 這是我們今年的契作 我們還有火龍果 我們要挖立志 紅龍果也很好吃 然後立志可以 然後大家吃一支原味的 然後再加立志的 它的口碑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沒錯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